在这次交手当中 三平两负还没有取得过胜利 在之前也有人说 就是这场比赛对于青岛黄海队来说 是一个蜕变的考验 如果说他们想真正的成为一只 具有冲超实力的强队的话 因为这样的一个从来没有赢过的老对手 如果能够卖过这条卡 就是一个蜕变 就是更进一步 高凡 赢球 高凡再往右路给高翔 高翔是想直接把球搓起来 给垃圾棋进去前 犯规了 认一球 这个位置的认一球不错 曹薇从自己的位置上冲出来 确实是背后一个明显的撞人的动作 而且这次犯规确实没有太大的必要 因为本身青岛黄海队的这次几攻 我想是想直接把球搓起来 给垃圾棋进去前 犯规了 认一球 这个位置的认一球不错 曹薇从自己的位置上冲出来 确实是背后有一个明显的撞人的动作 而且这次犯规确实没有太大的必要 因为本身青岛黄海队的这次几攻 这个位置的认一球确实是相当的危险 走当中还包括北京人和和大连一方 这也都是排名比较靠前的球队 这一轮比赛之前北京人和是42分 大连一方是39分 另外还有像海挺蓝 博斯基后方小红两个人站在地球前 这位四皮直接打猛 又这一下 这一球的质量真高啊 下本 好 练习 拎领神会 直接把这个球打进了远远 这个球打得太干脆了 原来这个球在空中还是有一个弧线 完全骗过了周大军 特雷斯匹 自己在这个赛季的第九个进球 特雷斯匹对进球数 紧追拉基奇 拉基奇10个 克雷斯基9个 所以说其实刚才的那次犯规 还是真的埋下了一个隐悍 就是这个位置给的太好了 而且那个犯规 克雷斯基的进球数 紧追拉基奇 拉基奇10个 克雷斯基9个 所以说其实刚才的那次犯规 还是真的埋下了一个隐悍 就是这个位置给的太好了 而且那个犯规 斯多夫和他的身边的工作人员 也是认为对方有犯规的嫌疑 克雷斯皮上半场曾经挡出过对方的必进的射门 基本上是一个空门 克雷斯皮在球门前把对方的射门给挡住了 下半场要打进一球 上下半场各开始四分钟 青岛黄海队打进一球 后来这场比赛这个青岛黄海队抢 开度就更大了 0比1落后 还有机会 还有这个通过反击 来实现进球的这样的可能性 0比2落后的时候 就必须要攻出去 这个球传得不错 又是阿布和布朗之间的配合 阿布右侧再往中间给的时候 青岛黄海队的 青岛黄海队的 刚才准备往中间垫给拉西奇的时候 这一下难度有一点大 球没有垫过去 高凡其实也是曾经在深圳队效力过一段时间 青岛黄海队这个33号高凡 两年之前曾经是在深圳的效力 来到青岛黄海之后 在这个赛季上半场的那场比赛当中 他是因为停散 所以错过了面对自己的老公家 这场比赛他也是面对救助 但是到目前为止 高凡这边还并没有太多的发挥 高凡这边的赛季上半场的发挥 高凡这边的赛季上半场的发挥 十五号 拳准备争 serio 4号 转的距离比较长 这边关掉 大家想衡重 我们说这个传球有点着急 谢谢 纳海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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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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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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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